因对中国疫情升温 南韩当局也跟进管制 要求PCR因性证明 宣布二月底前中国入境旅客登机前与入境后 都必须各做一次筛检 并且暂停核发短期签证 暂缓增加韩中来往航班 并请开放人川机场给中国航班 目前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已经宣布 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马来西亚卫生部30号也发出公告 加紧对入境旅客进行发烧筛检 并对从中国抵达的飞机废水进行COVID-19测试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也在推特发声表示 鉴于中共缺乏提供COVID-19疫情的相关资讯 可以理解部分国家针对中国旅客实施的限制措施 并再度呼吁中共释出更详尽的资讯 以便世卫做出全面风险评估 尽管欧盟表态称没必要对中国旅客强制筛解 欧洲国家西班牙最新宣布 要求中国入境旅客出示PCR阴性或完整疫苗接种证明 意大利则是在前一天祭出强制筛解措施 并呼吁欧盟国家都能跟进 防堵中国疫情在各国扩散 新唐眼泰电视王冠林 唐吉安 正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